你好,我是杰逸,欢迎来到静谋档案 作为喜欢探灵节目的网友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晚安小鸡 从探灵恐怖医院 发现半生人之后 收到了数以万计的网友关注 从此呢,他就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这个专注揭秘探灵地点的网红博主 最终居然在柬埔寨得几沉沙 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他又是如何走上探灵之路的呢?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 网红晚安小鸡事件 2020年11月7日深夜 台北郑州路台北医院城区分院 月光透过云层洒落在医院斑驳的墙壁上 这座医院已经废弃多年 是一处知名的灵异场所 一个年轻人小心翼翼带上照明头灯 拿起电筒翻过破损的窗户进入了这座医院 这个年轻人叫陈能串 1993年4月30日出生 他是一名新晋探秘博主 账号名叫晚安小鸡 他特意选择在深夜直播 因为白天阳气重 那些他想拍到的事物通常在晚上才能出现 走进医院后 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 这是医院特有的味道 小鸡并不惊奇 然而夹杂着药水味 他隐约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 也许这里有流量动物离世 之前就发现过流浪狗 他继续向前走去 医院四周一片漆黑 透过照明灯 小鸡看到医院里摆满了杂物 在灯光照射下 他的影子在墙上若隐若现 他总觉得这个房间里 有个人一直在看着自己 与此同时 他注意到直播间的弹幕滚动起来 看来网友也十分期待这次探险 小鸡一步步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着 最终来到了医院的最深处 有个房间 门外写着X光暗暗示 这扇门后有什么呢 小鸡深吸一口气 推开了这扇门 一股冷风扑面而来 随着灯光 他观察的门的正前方是卫生间 左边是墙壁 而就在他转头看向右边时 一只江黄色正在前后摇摆的时候 出现在他眼前 这很像刚刚出土的文物 他心里有点害怕 不敢往里面走 只能拜托网友通过摄像头看看 里面究竟是什么 他举起镜头缓缓向上 一个早已干枯的球形物体 冲入网友的视线中 网友立刻察觉到 这是个人 但可怕的是 他只有上半身 当网友在评论区告知小鸡情况后 小鸡下的魂飞魄散 立刻逃离了这个房间 这竟然失去离世的身体 难道刚才的腐臭味 就是这里散发出来了吗 天晚他早就想过 可能会碰到一些恐怖的事情 但怎么也没想到 会碰到离世的人 小鸡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到达现场后 查验了小鸡口中的亡者 经过细致的分析 警方判断 离世者身躯早已风干 因为离世时间太久 下半身腐败后 就掉落在地面上 警方在现场 发现了疑似离世者身份的物品 于是通知了身体的家人 离世者的家属 还对发现身体的小鸡 表示了深深感谢 听到感谢 小鸡觉得刚才的恐惧 似乎都烟霞云散了 他认为探秘直播的魅力 就在这里 那些被遗忘的废弃的屋子里 可能藏立着 尘封多年的秘密 这件事情后 小鸡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 他作为探秘博主的职业生涯 也正是拉开了序幕 这一天 他来到了一家废弃已久的旅馆 据说这里曾发生过两起命案 对于探秘者来说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地方 走进旅馆后 小鸡注意到 原先平滑的墙面变得粗糙不堪 很多石灰都脱落了 看起来确实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再往里走 一个奇怪的法阵 引起了他的注意 看起来有些像八阵图 似乎曾有人 试图用它来镇压旅馆里的 某些灵异力量 晚安小鸡猜测 法阵可能是之前 某位法师留下的 这个法阵 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为了找到这里的灵异现象 小鸡避开了地上的法阵 蹲在地上架好镜头 开始调试设备 然而就在这时 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恶心感 他有些不受控制的想吐 不一会儿他就失去了意识 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 向墙上撞去 紧接着便晕倒在地 几分钟后 小鸡缓缓睁开眼睛 他才发现自己正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鼻子流着血 他看向直播镜头 向网友说起了刚刚的经历 他说 刚才似乎看到自己身边 站着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孩 那个女孩 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一遍遍问自己 为什么到这里来 小鸡不知道她是谁 她曾试图站起来 但发现身体 无论怎样都使不上力 他问女孩 为什么在这里 但小女孩没有回答 笑了笑 就转身抛开 消失在了旅馆的身处 他挣扎着行过来 才知道刚才只是一场梦 尽管只是虚惊一场 但他还是觉得浑身无力 第二天一早 他就来到了附近的寺庙 向一位老师傅 请教昨晚的遭遇 老师傅告诉他 可能是因为触犯了某些灵异力量 才会遭到这样的惩罚 师傅建议他 去之前探灵的地方 烧一些纸钱 糖果和饼干 来感谢那位小女孩叫醒他 并祈求他 不要再纠缠自己 于是小鸡按照老师傅的建议 再次来到了那家废旧旅馆 他在角落后点燃纸钱 默念着感谢的话语 不久阵风吹过 仿佛有什么东西离开了这里 他心中稍稍松了一口气 感觉身体也恢复了一些力气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有天晚上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 他再次看到那个小女孩 女孩告诉他 他想要穿衣服 隔天一早 小鸡就去买了一套铜装 然后来到旅馆 将衣服烧给了小女孩 并祈求他能够安息 这一次呢 他才觉得自己真的 把那个小女孩送走了 两次的探秘经历 让晚安小鸡一举成名 走红网络 2022年 他受邀参加节目 综艺大热门 在节目上和观众们 介绍了自己这两次 离奇的遭遇 节目已经播出 受到了广大网友的欢迎 YouTube粉丝呢 增长至12.7万人 为了满足粉丝的期待 网红小鸡决定开展一次 前所未有的直播探秘 2024年 2月12日 晚上10点半 柬埔寨 凯博园区 传言 凯博园区是柬埔寨 当地最著名的诈骗园区 很多人被骗来这里当主宰 这里以前 很多诈骗犯 来到这里呢 就会遭受软禁 甚至是惨绝人寰的虐待 根本无法逃离 这天深夜 小鸡决定独自揭露 柬埔寨诈骗园区内部的真实状况 这真的像传言说的那样吗 他决定带广大粉丝 一探究竟 小鸡说 这是他踏入探险界 最大的冒险 开始前 他照例和粉丝打过招呼 然后呢 就拿着手机 进入了园区 园区有很多高楼 触及在一起 一楼亮着几盏灯 小鸡的视线 很快被灯光下一个人影吸引了 那个人在走动 而他手上呢 似乎拿了某样武器 走近后发现 首尾似乎穿着迷彩服 他怀疑 这里是军队驻扎令 他决定带大家 去一楼看看里面有什么 一楼的光线昏暗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莫名的压抑感 小鸡拿着手机上了楼 上了几基楼梯后 他发现这里堆了很多废弃物 周围呢 都是水泥土的石柱 没有一点经营的模样 小鸡很害怕 但他已经到了这里 只能带着网友继续向前走着 他调整摄像头 小声和网友描绘周围的模样 突然呢 摄像头里出现了一个 穿着迷彩服的巡逻人员 一速灯光照来 他似乎被巡逻人员发现了 他赶忙转换摄像头 匆忙逃跑起来 与此同时呢 画面不断出现哀嚎声 巡逻人员也发现了他 小鸡凄厉的哀嚎声 在空旷的园区回荡 因为楼内砸不多 他成功躲过这次追捕 然而在上楼梯时 不小心踢到了一个空瓶 空瓶清脆的声响 很快就把刚刚的巡逻人员 吸引了过来 最终他摔倒了 手机和人一同倒地 画面里没有了小鸡的身影 整个画面静止不动 持续了一分半 当手机再次被拿起时 人们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小鸡 他似乎已经失去了意识 与此同时呢 画面中出现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人 紧接着直播画面突然中断 经常看小鸡直播的网友 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这人是谁呢 难道真的碰到了柬埔寨黑恶势力吗 小鸡能平安脱险吗 网友们对此很担心 第二天凌晨 网友小鸡的妻子和朋友 向网友透露 他们已经请求柬埔寨警方 介入调查此事 家人也计划购买机票前往当地 希望能尽快找到小鸡的下路 他们在直播间里不停擦着眼泪 让网友不要太担心 他们会尽快把小鸡安全带回来 就在这时呢 世界迎来了转机 同一天下午三点 在柬埔寨不幸被捕的小鸡 突然在Facebook上开启了直播 直播中 网友看到小鸡的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 脖子上有明显泪痕 就连头发呢 也被剔去了一半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奇才 他一边逃跑 一边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开这个直播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已经逃出来了 都是我太贪心 拿自己的身体去冒险 小鸡满头大汗 满脸泪痕 哭着对网友们说 真的很可怕 但我想只把园区里的东西 拍给你们知道 我希望我的粉丝们 不要被骗来柬埔寨 直播发出后 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热烈讨论 大家纷纷谴责 柬埔寨贩卖人口的非法现象 并祈祷小鸡能安全回到旅馆 然后就在此时 一则新闻发出 柬埔寨刑事局和外交部 发出声明 自己并没有收到 小鸡家属的求员请求 小鸡的家属 说自己已经联系柬埔寨警方 但检方为什么说 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呢 面对双方的说法 网友一时间也分不清真假 小鸡真的在柬埔寨遇险了吗 按照他说的 有人拿着枪 抢走了他全部财物 但为什么偏偏把手机给了他呢 黑恶势力就不担心他继续直播 把他们置于危险境地吗 还是说 他们已经猖獗到 不用担心曝光了呢 一连串问题 让网友觉得整件事情很不寻常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就在网友疑惑时 2024年2月15日 柬埔寨当地媒体 Fresh News和简中时报发出新闻 西哈鲁克省警方召开了记者会 宣布小鸡与另一名男子阿娜 已经在当地被捕 警方向人们展示了小鸡的行李箱 里面装满了各种道具 有鬼面具 灵异道具 假学代 迷彩服 假枪 以及绳索等 细心的网友发现 小鸡以往的直播中也出现过类似的道具 这一次 他说自己在柬埔寨遇到危险的迷彩服 也在这些道具里面 原来这一切都是剧本 柬埔寨警方指出 小鸡和同伴阿娜用这些道具 制造一系列虚假的场景 企图博取眼球和关注度 这样的行为 不仅引发外国游客的恐慌 更严重损坏了柬埔寨的国际形象 在证据面前 小鸡终于向网友谈言 自己是为了流量 才会做出这种行为 记者惠正 他和同伴阿娜在警方面前下跪求情 希望当地政府能给他们一次机会 然而 法律并不是他们期望的那样 两人最后被判两年有期徒刑 每人罚款400万减币 折合人民币7000多元 事件发生后 原本信任晚安小鸡的网友 已经对他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看来之前的直播内容 很可能也都是剧本虚构的 为了降低事情的影响 晚安小鸡清空了19万人追随的年数账号 也删除了虚假直播的内容 然而即使这样 网红小鸡在柬埔寨探险的视频 也没有在网络世界消失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他无时无刻提醒着人们 要对自己的发言负责 网红小鸡一步步走来非常不易 结一期半 小鸡在重获自由之后 能回归最初的自己 继续用优秀的作品 回归那些信任他的网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